台湾人大多习惯在外面吃饭 大部分的人早餐都吃外食 所以台湾到处都是早餐店 尤其最近流行早午餐 台中市农景区艺术街上三个月前 出现一家Bearly Away特色早午餐店 老板魏永忠原本是一名媒体记者 后来还开了一家文创艺品店 因为两名侄女都已经从东海大学毕业 魏永忠就选择在东海大学附近的艺术街坊 找到一家三十多年的老房子 改建成富有工业风的文创餐厅 他主要把一些老房子的一些素材保留下来 像一些砖墙啊 还有一些旧橱窗啊 还有一些旧材料 这也是基于环保的概念 魏永忠强调 他的早午餐选择在地新鲜食材 做成简单又丰富的美味料理 让消费者吃的营养又健康 而且整个一楼空间 以烛光灯泡 钻墙 老唱机 加上老台灯做布置 在这里用餐 可以感受到复古怀旧的浪漫气息 二楼是美术艺朗 经常举办书画展 三楼是一间优雅高贵又不贵的民宿 二楼一部分是画廊 就是提供给艺文界的朋友当展演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阳台部分是 是一个小包厢 也是留下原有的一些砖墙素材 然后聊天闲谈什么都可以 三楼民宿的部分 就是一个阁楼式的大包厢 整个房间20平左右 这家餐厅最特殊的是 老板娘跟女儿还利用外面的空间 设计出一个许愿墙 老板娘讲熟租说 来这里吃饭还可以许愿 保证梦想成真 一举两得 这个许愿墙是什么功用 就把你的愿望都锁在那里啊 到此一游做计恋啊 愿望一定会实现哦 会啊 很温馨 非常非常的舒服 是让你能够享受到一个 假日的早午餐最好的地方 很不错 评价好吃 很美味 你最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德式香肠很好吃 贝尔利尔味早午餐厅的料理 有地瓜秋食 英式早午餐 芥末炖菜 香菇活力早餐跟马铃薯炖肉 配上面包白饭或者是生菜沙拉 再来一杯香醇的咖啡 红茶或者是奶茶 饱餐一顿之后 一整天都充满活力 心情绝对快乐又轻松 记者陈文旭 杨全雅 王旭台中报道 网友 把没有余酸一样 side 农苹 halten выгляди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